第33章 一碗水之争 方正自然是知道自己无根水是有多么好喝 但是这水呀可不打算给这些人喝了 都喝光了 他还得自己去打水 这可是体力活 阿弥陀佛 施主不要这样 一人只有一碗 这是本寺庙的规矩 一碗水足够解渴了 方正道 胖子还想说什么 猴子马上道 胖子 你着魔了 喝口水而已嘛 你至于吗 没得喝就没得喝呀 我都快渴死了 大师 给我来一碗 对于方正 猴子也不再用看骗子的眼神看了 反而多了几分尊重 方正点点头 回过身 打水 胖子在身后嘀嘀咕咕地抱怨道 真是的 没见过这么抠门的和尚 谁也只给一碗 一碗就一碗呗 还那么一小点那个一碗 好了胖子 别说了 那碗可不小了 那可是大海碗 那么大的一个碗 我可是喝不了 一会儿分你一半好了 圆影低声道 胖子一听 顿时乐了 一把抱住了圆影傻乎乎的笑道 哦哦哦哦 还是我们家影影好 嘿嘿嘿嘿嘿 你们两个注意点好吗 我还是一个单身狗呢 再给我塞狗粮 下山我把你们车轮胎都给你放弃了 姜亭受不了了 威胁道 圆影翘脸通红 胖子则是一脸得意的道 姜亭啊 你也应该找一个对象了 用不着你管 姜亭一扭头 却见方正一手一个碗出来了 碗里装满了水 方正走得也不慢 地面也不平 却一滴水也没有洒出来 看到这里 姜亭心中暗自称奇呀 寻思着 莫非这水有问题 否则水怎么可能不洒出来呢 正在狐疑呢 猴子已经接过了一个碗 结果太满了 水一下子就洒了出来 姜亭这才知道啊 水no problem啊 是人有问题呀 心头嘖嘖称奇 这和尚手里 他到底是有多稳才能做到这样啊 猴子边上的胖子看着猴子 盯着水也不喝 忍不住的道 猴子 你要是不喝的话 我帮你喝 你扁的去啊 猴子说完摔摔手 结果胖子一把将他手抓住 一脸扭腻的道 猴子 别浪费 我帮你舔舔呗 鬼 猴子着实被胖子的模样给恶心到了 一转身 一仰头 喝了一大口 然而下一刻 猴子的眼睛圆瞪啊 紧接着 突然停了下来 小心翼翼的护住了怀里的碗 猴子 你这是干啥呢 咋不喝呢 是不是喝饱了 我帮你喝呗 胖子又凑了上来 你这死胖子啊 我说你怎么这么死皮赖脸要喝水呢 原来这水里有门道啊 告诉你啊 这水是我的 你一滴也别想碰 猴子死死的护住怀里的碗 胖子抿着嘴 吞咽着唾沫道 咋说话呢 我是那样的人吗 你老婆喝水呢 猴子一转身 只感觉肩膀一沉 一扭头 却是胖子爬到了他的肩膀上 伸着头 探出舌头 对着碗里的水啊 就是一顿狂舔 卧槽 胖子当场就火了 其他人则是傻眼了 方正也有点懵 他知道这水非常好喝呀 能够让人身形疲惫减轻 还能为所有的细胞提供水分 那种全身舒畅冰爽的感觉 绝对比吸大麻还要爽啊 更不要说那所谓的冰爽饮料了 不过这胖子的举动 着实实让人无语啊 他都在考虑 要不要给这家伙再来一碗了 但是一想到 这货进来的时候 那是一脸混蛋的表情 方正立刻放弃了这个念头 将停卢小雅援影 三个人彻底懵了 不明白这两个人到底搞什么鬼呀 还没等三个人发问 猴子一脚将胖子给踹开 怒道 死胖子 你太过分了 这是我的水 胖子贪贪手道 不好意思啊 没忍住 你要是不嫌弃的话 那你就喝吧 要不今晚我请你去大红楼戳一顿 吃什么你点 我请客 但是你这水给我咋样啊 猴子气呼呼的盯着胖子道 你压得绝对是故意的 卢小雅则是凑过来说道 胖子 你说的是真的 大红楼请客 必须的呀 小雅 你要是将你那一碗给我 哥哥 我给你买了一个LV最新款的包包回来 如何呀 胖子立刻道 真的 可 卢小雅正要开口 不行 猴子忽然叫道 绝对不行 小雅 你喝你的水 这死胖子黑了我半碗水 还想坑你的水 没门 不就是LV包吗 我给你买 猴子 你真好 卢小雅笑开了花 她也是好奇呀 这水究竟有什么魅力呀 竟然能让这两个活宝这么闹腾 胖子道 猴子 那你那把碗水咋办呢 咕咚 猴子直接一口干了 方正两眼一翻 转身过去了 太恶心了 看不下去了 卢小雅原影 姜婷也受不了 转身过去了 胖子傻眼了 叫道 我靠 你 你还真不嫌弃呀 猴子哼哼道 和这点水比起来 你那点口水 算个啥呀 大师 这一碗是我的吗 卢小雅实在太好奇了 忍不住了 跑到方正面前问道 方正点点头 嗯 是的 卢小雅接过方正手里的碗 轻轻抿了一口 十分淑女 动作显雅 显然她虽然看起来婆婆好动 其实还是一个很有教养的孩子 不过下一刻 卢小雅一翻碗 咕咚咕咚的好引了起来 边上的吵闹的猴子和胖子健子 顿时停了下来 胖子踢了一脚猴子 猴子试探着 说道 小雅 给我留一口啊 只听啪的一声 卢小雅一巴掌拍在猴子的脑袋上 单手举碗 一干而净 到了半天 确定没水了 这才依依不舍的将碗放下 然后眼珠子一瞪 哼哼的 哼 你这猴子 臭猴子 这么好喝的水 你也不给我留一口 还想喝我的 猴子顿时就哭了 感情卢小雅还惦记他的水呢 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不过猴子马上道 给你留了呀 被胖子舔了 这样的水 我能给你吗 给你 你能喝吗 卢小雅阴森森的看着胖子 胖子高高举手道 晚饭我请啊 我请 卢小雅立刻笑了 几个人说话间 方正又打了两碗水 说道 两位施主 你们喝吗 本集播讲完毕